奇闻不知何处寻密探方知在此间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视频 就在老行发布了最新一期的战争预言不久之后 印度神童阿南德于3月5号发布了一期新视频 在这个视频中他提到了俄乌战争 聊到了他对世界的影响以及可能会带来的后果 还聊到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聊到了他的投资建议 而最为关键的是他提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并且还预测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时间 接下来的一些是关于他这期视频大议的翻译 目前俄乌之间的战争正在上演 他带来的结果不仅给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带来无尽的痛苦 也会影响到全世界的普通老百姓 比如说印度人民美国人民 很快的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也将受到这场战争的直接冲击 阿南德说这个主题非常重要 他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深远的影响 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需要思考的问题是 这会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吗 今天的视频将根据废陀战星术来详细了解这一点 俄乌之间的战争升级如此之快 这让阿南德觉得他正在被利用 目的是将乌克兰变成一个像阿富汗一样 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 让乌克兰人民的生活状态变得凄苦和卑劣 这会使他们变得绝望 失去住所 食物匮乏 并且造成极度贫困 但是他对某些人而言 这是一个完美的情况 战争给政客们带来了好处 却给平民带去无尽苦难 阿南德认为 如果人们不采取强硬的立场 并纠正这种情况 乌克兰正朝着这个景象前进 那么认为世界是我的或者是你的那些人 他们要么愚蠢 要么是邪恶的人 这个世界是个美丽的家庭 然而有一群处于社会顶层的人 我们将他们称为邪恶的精英 他们正在策划许多政治冲突 然后从中牟利 这么多的动荡 正是由于他们 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发生 并且要非常的小心 避免成为这一切的受害者 战争今天可以发生在俄罗斯和乌克兰 明天就有可能是任何国家 所以我们要清楚 这些实际上都是邪恶的精英们 在背后操纵的结果 这场会影响我们未来几个月的俄乌战争 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恐慌 它破坏了经济 会影响到我们每个人 谁都不能置身事外 战争已经造成了数千名无辜者死亡 还有很多不必要的流血事件 它给很多人的心理带来了深远影响 而且战场局势 每时每刻都在升级 那里发生的每一件小事都很重要 阿南德说 我知道每个人都非常焦虑 我也收到了很多人的私信 他们想知道目前这个局势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正如前面提到的战争损害了经济 到目前为止 它对于世界各地的老百姓 都产生了影响 我们现在通过废头战星术 来看看当前危机背后的事情 对当下时局影响最大的 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卡拉萨帕瑜伽 另一个是火星和土星的位置 我们先从卡拉萨帕瑜伽说起 阿南德说 废头战星术就像是一个手电筒一样 可以帮助我们准确地了解 未来会发生什么 我曾经在2021年7月左右 做过一期视频 其中讲过关于 2022年3月至4月这段时间的 在这段时间之间 会有一场地缘危机 我在以前的许多视频中 都提及过这个主题 卡拉萨帕瑜伽 以前单独出过一期视频 做过详细的解释 这是所有的行星 都卡在月球的北焦点 和南焦点中间的位置 在这种情况下 包括天王星 海王星和冥王星 在内的所有行星 都卡在了这个轴上 卡拉萨帕瑜伽 会对地缘政治的局势 人们的健康状况 以及世界的经济 都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目前这个影响 我们已经看到了 从2021年2月份前 股市泡沫急剧增加 到2021年12月10日 股市出现了强烈的市场震荡 这些都提到过 阿兰德说 在2022年3月至4月间 股市还将会有 更加强烈的震荡 而在地区局势方面 这个时间段也会很危险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 这场危机在升级 但可以肯定的是 目前不会发生 第三次世界大战 包括核战在内 短期都不会发生 但并不是说 第三次世界大战 不会发生 在10年之后 大约在2029年到2032年之间 就很有可能会发生了 因为这个时候 木星和土星的位置对称 这个形象意味着世界上 大面积的战争会发生 关于三战发生的年份 印度神洞阿兰德 居然和日本 未来人的说法 不往而合 不论是否真的如两位所说 我们平时都要多多 积善行得 在大难来临之时 善良的人总能有好运气 或许会躲过许多劫难 2029年至2032年 会有几个国家的关系 非常紧张 可能会发生严重的冲突 这通常被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 它会重创我们的地球 也会改变全球政治地图 甚至还会改变 我们看待物理世界的方式 会给我们的未来 产生很多深远的影响 但它不会这么快发生 目前看来 距离我们还有点远 关于这方面的内容 阿兰德说他接下来 会发布一期相关的视频 来做解释 现在西方媒体 正在尽最大的努力 到处宣扬 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要发生 或者说已经发生 他们通过增加人们的恐惧 从中获取尽可能多的利益 但请相信我 现在不必担心 三战的可能性 在短期内很小 但常见而言 它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大 为了尽可能防止三战的发生 我们都需要一起向上帝祈祷 避免受到西方媒体的过多影响 众所周知 这些无良媒体 会采取几种散布恐惧的策略 这已经发生在几代人的身上了 在他们面前 我们就像是在这些特别的时代背景下的猎物 我们要了解到 短期内最大的风险 实际上是经济 正如我预测的那样 在2022年3月16日之后 除了股市的巨大震荡之外 我们还看到了市场的重大调整 也看到了全球的经济受到高油价的伤害 全球能源危机实际上每天都在恶化 关于这些 我在2021年9月份的视频当中就已经谈过了 关于全球能源危机 我们正在经历从传统能源到绿色能源的转变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一般人将受到很严重的打击 面对这种转变 除非我们知道确切的方法 不然很难摆脱这场危机 许多分析家认为能源危机会很快过去 并不会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 但我看到的是 全球能源危机只会升级 不会这么快的就消退 因为俄乌之间战争会继续导致天然气的价格大幅上涨 所以在短期内 能源会成为非常昂贵的商品 这对普通平民来讲伤害非常大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需要在今天特别提出来 阿南德说 俄乌战争给当地的人们带来巨大的痛苦 但可以明确的是 它目前不会升级为 可能在2029年至2032年之间 才会发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现在最佳的投资是黄金和白银 阿南德说 他非常确定 从2022年4月13日开始 相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白银的表现将好于大多数的投资产品 另外农业用地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2022年5月之后会引来好的发展时期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一些行业会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 目前全球经济已经过度增长 我们正在经历着不断创造历史新高的房地产泡沫 另外加密货币也在产生巨大的投机泡沫 个别国家的股票市场中的泡沫 会在几个月后被刺破 说到这里 阿南德补充道 我并不是说在几周后 整个社会经济都会崩溃 有一些媒体误解了我的意思 说一切都会崩溃 但我的意思是说 这一切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修正 我们要相信上帝 请不要被媒体左右自己的思想 这些媒体在放大恐惧 正在利用我们 我们需要恢复理智 了解背后逻辑 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是保持冷静 尤其是在投资方面 阿南德最后说 希望这个视频中的信息 能给大家提供到一些帮助 视频中提到的内容并不构成财务建议 这只是我占星学研究的一部分 建议大家要有自己的研究和判断 虽然占星术在了解世界状况方面做得很好 并且它是一门非常强大的科学 但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逻辑判断能力 尤其是在做出重大决定时 以上就是阿南德最新视频中的内容了 说实话 这期视频做得挺沉重的 希望世界能和平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下期咱们不见不散 您好久呢 您好久仿队 按摩